数据显示洛杉矶港及长滩港两大港口7月吞吐量飙新高 洛杉矶港货柜吞吐量年增37% 长滩港则是大增52% 尤其是从中国进口量创下记录 且从这两大港口返回亚洲的空柜增加了5成 显示还有更多的货物将从亚洲运往美国 尽管有人认为美国经济可能放缓 但洛杉矶和长滩港口却迎来最繁忙的7月 单月货柜吞吐量均创历史新高 主要原因是返校商机 万圣节商机 鸿海造成的干扰 美国东岸港口可能在10月发动罢工 加上美国可能对中国进口商品提高关税 造成美国零售商增加库存 预先存货 统计显示7月洛杉矶港货柜吞吐量比去年增长37% 长滩港增幅更明显 7月货柜吞吐量较去年同期大增62.6% 洛杉矶港执行董事长塞罗卡表示 我们发现年底价期商品比平常提前涌入我们的码头 以避免今年晚些时候可能延误的风险 玩具 电子产品 服装等商品与返校秋季时尚和万圣节商品同时到达 旺季提早有助于增加洛杉矶港的吞吐量 统计还显示7月美国进出口货柜量年增16.8% 月增11.2% 达到255.62个标准柜 其中美国从中国进口量达到102.29个标准柜 创历史记录 有数据显示 这两个港口的大量空柜正在被运回亚洲 根据统计 洛杉矶港运回亚洲的空柜增加54% 长滩港则增长58% 光是7月份 两个港口有超过66万5千个标准柜被运回亚洲 外界预期 7月吞吐量激增的现象尚未结束 中天中望 整理报道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